我覺得大家都會看在眼裡 尤其現在的這個民意反應 要傲慢 沒關係 我們就等著看民意會怎麼樣呈現 那來看 民調數字是這樣 這個是部分 但是重點是 選舉是重點在這邊 從選舉選後之後 過幾個月發生什麼事情呢 哇 哇 綠色的民進黨一路往上一路往上衝 國民黨一路跌一路跌 稍微回檔又跌 民眾黨這次這次雲霄飛車 上衝下行一路跌跌跌 我們進一步看他們的跌幅是怎麼樣 台灣民意基金會所做的民調 民進黨支持度攀升 一口氣上升了6.9個百分點 這個餅怎麼做得這麼大呢 那國民黨的部分17.8%下滑 5個月下滑7.4個百分點 民眾黨5個月下滑8.2個百分點 現在只有14.3 那重點把它換算 用選票來換算的話 一個百分點說大概是19.5 所以來下滑多少 國民黨跑掉了144.3萬人 選票跑掉了 民眾黨選票跑掉了159.9萬 他們是不是總統大選得快是369 這個簡單 這個羅志強徐曉清支流就會說 這個民意 台灣民意基金會民進黨的外圍組織 台灣民意基金會哪是 民營的誠意 認證一下他是偏什麼的 做出這種結果一定是側翼 對啊不用講那麼厲害 對不對 我們來講一下 這個藍的進化石 在網路上我們以前把它叫藍腦 像翁曉林就標準的藍腦 後來王文輝自己 就是你看不學台語 你的台語至少要講得比黃恩輝好 對不對 不學台語的人才會把自己叫藍鳥 對不對 這不由得大家就要講笑 結果他們現在自己說要改成藍陰 但是藍陰也沒有人理會他 藍色的巨陰 對 嬰兒的陰還比較 因為你知道沒有老陰是藍色的 不要亂搞好不好 自然生態作家在這裡 那重點就是說你記得朱立倫喊的一百場嗎 現在只剩一場 沒有後來有追加有追加 但是特製在621之後 對 那你在那邊辦什麼 而且更好笑的一點是做什麼 你知道嗎 他說我們現在部分要改成室內小組長會議 他說因為要小組長先了解 才能向民眾去宣講 你真的很好笑 小組長我也是 我也曾經當過國民黨的小組長 小組長會議都大家簽個名就走了 沒參過國民黨的小組長 我當年也是為了 我也是被黨國教育手騙的 有便當嗎 被逼了是不是 摔梅湯 沒有便當 沒有便當 那時候我們比較窮 我一碗摔梅湯我就入黨了 我真的對不起國父 我們入黨的時候至少有去青年活動 西頭青年活動中心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還有很多藍營的人 尤其是記得說 我們就贏了幹嘛還要講 就這一句話就好了 幹嘛還要我們去支持 我們不是贏了嗎 我們不是表決過了嗎 對不對你還要講什麼 所以他們也不知道你到底要講什麼 對不對 然後更好笑的是 台南不是說朱立倫要去嗎 朱立倫急了 欲駕清真 欲駕清真就要出錢 不是因為人太少了 太丟臉了 真的人太少 你看那個注意電視畫面都只敢拍 close的 拍空拍 對 拉人都不敢拉人 因為真的沒幾個人就對了 所以朱立倫有讀書 他有學到這個 明英中當年御駕清真去打瓦仙 結果土木堡之變被人家俘虜 被折磨了很多年 所以大家都去台南 走路走 那重點就在於說 其實回到頭來 藍營也不好叫 還是叫藍尾最適合 藍尾嘛 盲腸嘛 對不對 就是身上多餘的東西嘛 字要搞清楚 你還記得嗎 然後2014年的時候 太陽花協定之後 不是發起割欄尾行動嗎 後來都沒有割成 因為那時候是雙二一 要有二分之一的人投票 二分之一的人通過 現在只有四分之一 所以我告訴你 2016年選辦法修正之後 就像鍾小平講 我覺得現在全國民黨 唯一有危機意識的 就是鍾小平 鍾小平說 25%是非常容易的 在這種動員之下 25%是一定有的 所以只有起來站 你要到27 28 30 你才活得了 你只要坐在那邊裝沒事 像這個月圓之這樣 還跑去聽張學友演唱會的 你就會死得很慘 其實國民黨所有的縣市黨 如果帶著你們這些危險 邊緣的這些立委出來衝 未必會輸 但是你們不敢 因為你們怕民意反撲 所以既然如此 既然每次來都照例要做的事情 就是罷免的口號 這一次我們幫新北市做 月圓之用什麼 市值要挑軟的吃 覺得老梗了 你想那個新的 立法一問三不知 罷免就罷月圓之 自己質詢第一次都不知道時間 還跑去上直播 對不對 然後在那邊胡說八道說什麼 這國會扣權法案 根本不會找人民來 一般人是不會被找來的 這他親口講的 他跟黃國昌的意見就不一樣 黃國昌說99.9% 他有0.1% 所以立法一問三不知 罷免就罷月圓之 梅屋不是中和人 罷免就罷張志倫 對不對 他講的嘛 沒有房子就不是中和人嘛 害吳征到現在 還在中和看房子 第三個 霸占工地 爸爸站的 對不對 霸占工地停車場 罷免就罷 廖先祥 這印象很深刻 很好用 我在這裡特別為全國的同胞提供服務 不管你想要罷誰 不知道該怎麼喊口號的 請到臉書私訊我 免費提供 不收版權 唯恐天下不亂就是我 你都不知道 我前兩天看到的是 那個新竹要罷高鴻安的 那不是有一個地方當基地嗎 結果那個連署點 不知道到底是被騷擾到什麼程度 他們說 沒有辦法再繼續下去了 他被打一心負貧 對啊 就收攤了 所以有一些會被反噬 就是說可能 不知道是首長或是什麼人 特別去操作政黨等等的 會有風險 但是這更激勵大家的反感 對不對 是不是 你像你們謝國良 穿罷免背心的不准進場 什麼這種 對 你還在操縱警察 對不對 你還在想要用 還利用警察欺善良 罷免就罷謝國良 你看誰出口就出來了 厲害不愧是作家 我說了 國民黨其實非常好破 你只要破這一局就好了 副議 禮拜五要投票 你只要六個來歸就好了 你只要六個贊成行政院的副議案 你後面就沒有戰場了 這樣振錢喊話 他不是破解掉了嗎 我反串一下 我反串一下 你要如何破解民進黨的六大戰場 你很簡單 你就是禮拜五的時候 你全部六個過來就好了 那副議案 你覺得其意來歸到底是國民黨 比較容易來六個 還是民眾黨比較容易來六個 民眾黨 我覺得老實說 比較聰明一點 應該民眾黨應該來六個比較好 因為民眾黨現在選票流失比較多 現在政黨支持度也比較少 現在兩黨藍綠帶大戰 結果上最重的其實是民眾黨 但是民眾黨支持度下滑 選票流失 當然柯文哲聲量也下滑 就唯獨黃國他聲量上升 其他人都是買那時的 他聲量上升 但是他的新北民意支持度 我們等一下來聊 等一下來聊 你只要副議 你只要參加副議 你這六大戰場就沒有了 這以前我們當兵的時候 有沒有道理 我們以前當兵的時候 當兵還要演練習廣播 各位親愛的共軍弟兄們 你們已經被包圍了 趕快放棄抵抗起義來歸吧 我們會保證你生命財產的安全 你有沒有覺得這非常的古老 我覺得當兵的荼毒到底有多深 為什麼洗腦都現在都會背 對 所以我們從這個毒中 這個努力的拼命的掙托 翁曉玲我們要救救他 不要讓他繼續沉溺在泥澜裡